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荣获教育部补助 执行全民美誉旗舰计划 28号特别来到了花莲 分别前往了华人国中和民意国小才艺班 举办了精彩的演出活动 现场也带领着学生进行舞蹈教学工作坊 借由多元性的舞蹈作品和学生交流互动 进而拓展学生的艺术视野 不管是芭蕾舞蹈 现代舞还是中国传统舞蹈 鼓励台湾艺术大学毕业生是样样精通 这是今年度台一大再次获得教育部补助所执行的109年 全民美誉旗舰计划 28号他们特别来到花莲 分别前往华人国中以及民意国小 带给舞蹈班同学更广阔的艺术视野 我们这次所带来的一个演出 就是一个多元的艺术 有芭蕾舞蹈 那么也还有现代的舞蹈创作 还有中国舞蹈 那么都是取材于平常同学们的一种 对于生活的体悟 那么还有一些的人事物的一种感受 那么透过舞蹈的一个编创 那么把它呈现出来 而且这些的创作作品呢 都是同学们在大学四年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成就 那当然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华人国中舞蹈班 我们特别还是安排了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的一种个人的一个舞作 来跟他们做一个分享 同时呢也有一个工作坊 那么让国中生的这个学子 那么跟着大哥哥大姐姐 一起来一种交换学习 画连县长徐正伟以及文化局长江耀诚 也亲自历临华人国中勉励在场的大小朋友 徐正伟表示 华连县政府对文化艺术展演一向不遗余力的支持 今天更感谢台一大曾院长及所有同学 把国际级的舞蹈表演 得到华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学及好朋友 去年年底来到这个我们的华人国中 留下了一个美好美好的印象 尤其是看到我们华人的孩子真的好认真 而且每一个人都好坚定 不要学习 对于舞蹈的热情 我相信这是老师在孩子们身上看到的 也是老师的动力 右侧这些哥哥姐姐们 都是我们台湾舞蹈界 未来之心 目前的一时之选 他们要把我们现在台湾最棒的舞蹈 展现在大家面前 那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的哥哥姐姐 跟着我们的老师院长 好好的学习 台大表演艺术学院所执行的全民美誉旗舰计划 今年是迈向第四年 计划主轴分为艺术宅变与热舞纵贯线 而本次活动五彩缤纷 就是热舞纵贯线的系列之一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表演艺术深耕潜移默化的效益 建构落实全民美学的艺术体验场域 让表演者与欣赏者都能借由艺术体验共同学习成长 记者徐黎勤 接安相报道